知道今天为什么给你们开这个会吗 这不是年底了吗 你爸他们单位发奖金了 爸发多少 一千 一万 这么多 多年也是你爸辛苦付出的回报 今天开这个会呢 也是想让你们知道 你爸为了咱们这个家 是最辛苦付出呢 也是最多的 也是想让你们知道 你们爸爸在外边 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知道了吧 爸那你发了钱给我妈了吗 为什么要给我妈 我爸不能自己留着吗 不是 我是怕我会弄丢了 放在我妈那里更安全 不是我要你交吗 我自己不知道给吗 嘿嘿 老婆给 妈 妈 那我爸都辛苦一年了 你不应该给他点奖励吗 嗯 那你想要什么呀 嗯 想要 妈 要不你直接给我爸钱吧 哎 不要 我我有钱 嘿嘿 我上回我发工资的时候 我扣了200块钱的你看 我有钱 嘿嘿嘿 爸 你说你拿这么多钱干嘛 你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先放在我妈那里囤着 等以后要用的时候 再从我妈那里拿 对不对 嗯也行也对 哈哈 哈哈 不是我现在那钱没有用 放在你妈里全的位子还没有 还行吗 我要丢了怎么办 嗯行 以后你要是用的话随时找我拿啊 行 嗯那散毁吧 一会 哈哈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哎呦什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 我怎么没有实话了 我什么没告诉你吧 妈怎么了 今天不是端午节吗 我今天早上让你爸给你奶送粽子去 结果都偷偷给你奶塞了500块钱 他还不告诉我 他回来还对我撒谎 撒谎 咱们要来大计 哦 妈 我爸为什么不告诉你 他还不是怕你生气 我爸这叫善意的谎言 不是我有那么小气吗 啊 我平时对你爷对你奶小气吗 哼 你是不小气 你就是抠 哈哈哈哈 我抠何志坤 你跟我说你都骗过我多少回了啊 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骗我 我都记你一辈子我跟你说 妈 我爸哪里骗你了 你爸第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身高1米78 年收入十几万 结果 我嫁过去的时候 他家图四壁 一天一如洗 我 你不是你理解错了 我爸说的有可能是 他身高1米7 8年收入十几万 啊 然后还跟我说 他人老实话不多呢 说的可能是 人老实话不多 杀 那说来说去 不还是一下正小便宜 不想其成吗 爸走上我东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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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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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吃 我下班我就饿 到家就得吃饭 你怎么回事 刚才不接孩子了吗 还降嘴是吧 能不能站好 能不能尊重一下家庭会议 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下上个月的搜索报表 上个月开支费什么那么大 那不上个月家里不来亲戚了吗 还有以后你那个化妆品 少买一点 再买化妆品的时候 先拿来给我看一下 我同意你再买 还有客人家 你上个月学习什么情况 上个月有学习的什么意义 你考上说考了95 95还是太少了 知道吧还得继续往上提升 今天晚上剪回来的时候告诉你剪把上个月情况 写成一个报表然后提交给我 听到没有 知道了 行了 散会吧 开完了吗 开完了 工资拿来吧 哎呦 哎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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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坐下 我不坐 天天上班上班公司给开会 下班回家了你还得开会 不是那公司给你们开会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公司效益啊 那我给你开会是为什么呀 我给你开会 不是为了想让咱们家的日子能蒸蒸日上吗 不光是我不愿意开 那孩子他们愿意开吗 何文青 妈 我觉得开会挺好的呀 嗯 可以总结我们这一周不足的地方然后进行改进 嗯 反正闺女没回来我不开闺女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开 不开不开是吧行 那这个月的零花钱全部取消 开什么 我问你 昨天让你上街去买瘦肉 你怎么买回来的全是肥肉啊 你看我就知道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的吗 你这是开会吗 你这明明就是批斗会吧 你们都不要吵了 妈 这确实是你的不对 你确实有点没事找事的 妈 你们虽然血缘不同 但命相同 你们就不能一根红绳 牵一生 酸甜苦辣 同永静 相福到老 不如一生吗 真正一场 你曾生开火 正好孩子没在家 咱俩好好谈谈 咱怎么样 咱俩结婚之前 是不是你说的 我主外你主内 家里什么事都不用我管 可是现在呢 哪样不用我干啊 我问你 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是不是有两个男的同时在追我 啊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你长得很帅吗 你长得个子很高吗 那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就是因为你踏实 能干 没有那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知道吗 这是我心目中所理想的男人 知道吧 你真的那么能干吗 啊你以为呢 我也想找你谈谈了 你找我谈什么呀 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每天一回到家 就把家里边所有的事情都给做完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灌成一个废物 最后好不要吧 我 我没有 我没有那么想 我就是想着我回家了 我能干 我就多干一点 你好轻松一点嘛 我真的没有 真的真的 如果留点知道吧 要不然你帮我灌成一个废物 什么 没有不是 你妈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要收拾东西呗看着要走 我就一直冲动你 他在家霸了就霸了脸呗 他未免又不会让你丢脸 那现在怎么办 说两句好话呀 我和你一起去 你要是 不会你就说 是或者不知道 妈你别走了 我妈知道错了 哦是 那我问你 对我还有感情吗 不知道 对我妈感情 哦那个是 那生日呢 我的生日1988年6月22号 晚上8点多生的吗 我生的时候我妈说 我长得丑 说跟我家那小狗一样丑 还给我起个小名叫爱狗子吗 嘿嘿嘿 我妈的生日 啊啊 啊你的生日 1919年5月20 我是老妖怪呗 是 你就知道说是了 1991年 啊那个1991年 我还是 那我问你啊 刚才咱俩吵架的时候你说我是母老虎是真心话吗 是 这个 不知道何之亏 不是不是我说的 是我妈说的 我买什么要说的 你抱上边有 我一生啊 今天啊跟你们商量一件事 你们爸爸呢 说要生个三胎 我想着你们两个也大了 征求一下你们两个的意见 妈我想要个小弟弟 可以小弟弟可以 妈 妈我不同意 那为什么还有小弟呢 嗯是我平时表现不够好 还是我不听话 还是你们觉得 等你们老了以后 只要不上我 没有 你平时表现很好也很听话 你爸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生了小弟弟 以后你们兄弟俩长大了也有个照应你知道吧 不用跟他讲啊他啥子懂什么呀 他就是怕有个小弟弟以后跟他分家产 分家产 我们家有家产吗 车车是二手的 房房是租的 你每月工资也就拿几千块钱 我们家哪来的家产 妈那要不还是要个小妹妹呢 那也行 小妹妹也可以 你以为老母猪杀仔呀 那你随便挑 你说你跟他们商量什么呀 这是我们两个事你跟他们商量什么 你们俩先出去吧 亨丝 把亨举这儿出去 爸你个小君主了 不老母猪 妈妈 行了行了这事就这样吧 我再想想 你别呀 你趁着我们现在年轻你知道吧 哎呀先这样吧三会 医生好有兵器 不能备在他手里 行了有事啊 我看现在好多小孩子那么冷漠 我想着咱们俩也试试两个孩子 你闲着你 你伤了孩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那你不是你怎么知道呢 行你说的哈 今天吧跟你们商量件事 你们奶奶呀 痒了生病了 病了 那严不严重啊 也挺严重的 所以我给你们商量一下 要不去照顾他几天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了吧 因为你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感染的 咱们全家人都感染了 嗯 也适合 为什么不要去照顾奶奶 这个时候你不去照顾他什么时候去 奶奶怎么会收到你这个繁衍了 奶奶一把十一把你要帮你养大 你这个时候不去 你们什么时候去 你还配这个孩子吗 妈我对你太失望了 平时 我以为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妈妈 但没想到 原来你是个这样的人 奶奶平时对你这么好 把你当清闺女女一样 你这个时候不去照顾他什么时候去 天走我们去照顾奶奶去 有人 好了吧 好受了吧 啊 好受了吧 啊 还是他吗 还是他吗 好受了吧